各位同學 我們上次考試的答案 稍微再給你們公布一下 做一個簡單的檢討 第一題是在97年中山碩士頒裡一個選擇題 我把選擇題變成適配題 它裡面有一些選項我稍微做一些改變 N2跟O2各位曉得 它的 就是 那如果是蛋的話 填件子一直填到 拍的這個部分 如果是氧的部分的話 就會多到這裡 如果說是O- O2- 這個東西叫做 Superoxide 它是一個Anion Radical 它就是同時是因離子 也是自由基 叫Anion Radical 那Anion Radical去掉這一個 反鍵裡面只有一個 電子的話 它是扣掉0.5個鍵 雖然是四倍一起 全部都是對的 第一個是說HOMO HOMO是在 蛋的話是在 這個 1,2,3,4 3個鍵 如果是蛋的話 它有SP Mixing 所以它這個S的Sigma會在上面 所以它的HOMO是在Sigma的部分 第二題 LUNO的部分是Oxygen Oxygen的話它就沒有這個 SP Mixing 然後呢 它的這個 最高的HOMO是Pi Star 它的那個 LUNO是Sigma Star 第三個 BUNORD 剛剛已經講過 如果去掉一個的話 我們就是 這邊三個鍵 減去 一個鍵 五個鍵 是1.5 第四題 O2-2 Dial 就是兩個鍵子都填進去 這邊就已經填滿了 如果填滿的話 那麼它是Dial Magnetic 因為它是 逆磁 因為它的 這個 電子都已經配合在一起了 第五題 LUMO Nitrogen Higher Energy Than HOMO O2 LUMO是 如果是 氧的話 它的HOMO是這個 然後 LUMO是 N2 N2的HOMO是 也是PiStar 也就是 比較一下 兩個PiStar 哪一個比較低 那麼因為 氮跟氧 在週期表上面來講的話 氧是在區向右邊 能量是比較 往右下降 所以它這個 氮的能量是比較高一點 好 那 名詞解釋的部分 不是名詞解釋 它是問你說 分子軌瑜如果要形成 有怎麼樣子的條件 第一的是必須 Energy comparable 能量的雙鏡 第二是 SYMETRY要ADAPT 要能量相對 對線相合 第三個是 要Strong Overlap 軌瑜之間要有 重疊性 第四個是 Short Distance 原子間間 間距要近 說明一下 能量相近 如果能量太差的話 能量差距太大 它們之間的 linear combination 的係數會更低 沒有辦法 造成有效的加成 第二個是 對線相合 如果對線不相合的話 它們就沒有辦法 這個 interact 因為它們的這個 對應的正負號 沒有辦法做加成 第三個是 軌瑜重疊 如果說是 有重疊的地方 但是它們的軌瑜 是 譬如 PZ軌瑜 跟 S軌瑜 這兩個加起來的時候 白的跟白的跟黑的 會相互相敲 那麼它們就不會有 足夠的重疊量 那如果要有重疊量的話 那就譬如說是 一軌瑜 第四個原子間距 如果說是太遠的話 它們的作用力會太小 它們沒有辦法形成 linear combination 好 您是解釋的部分 Sensual Adapted Linear Combination 是什麼意思呢 是對稱相合的AO 組合成什麼東西呢 Group Orbital 或者是MO Linear Combination of Atomic Orbital 是指 分子軌瑜所形成的原則 它的原則是把 原子軌瑜做線型加成 就是加跟減 組成分子軌瑜 那麼相加或相減 誰比較能量高還是低 要看它的overlap的情形 S軌瑜的話相加是低能量 Pz跟Pz的話相減是低能量 那麼變成一個Sigma 一個Sigma star 或者變成一個bonding 變成一個anti-bonding 這是形成MO的一個原則 第三個是sp mixing 就是決定了蛋跟氧 它們的Homo 它們那個Sigma到底是在 比Pi還高還是比Pi還低 也就是說在這個地方的 這個Sigma 軌瑜要不要往上移 原因就是因為在底下的 這個兩個Sigma 如果作用的話 它這個就會往下 這個就會往上 到這個地方 好 這個sp mixing呢 是什麼時候發生呢 是兩個原子的S軌瑜 如果相近的話 那麼 S跟P軌瑜如果相近的話 就可以產生S跟P的這個線性組合 好 它的影響是在這個 濃接的這個高低 在蛋跟氧的部分的Sigma 跟Pi的位置會對調 好 下面一題是 這幾乎是跟課本一樣 那我不太多說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就是舉這個例子 課本上的是用XZ的這個平面 然後又是舉YZ這個平面 去做 Combination 所以畫出來的這個 軌瑜圖就跟課本上的是相似 只是它的Long pair 是B1還是B2的差異 好 這一題 這一題其實跟我們這個 課本上的例子 是NH3是一樣的 只是在這個地方的這個H呢 全部把它灌成Florite 然後我問的問題呢 是PZ軌瑜 PZ軌瑜跟S軌瑜 三個把它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會形成什麼樣的這個 差異的間結呢 在S軌瑜的時候呢 是 會有一個這樣的軌瑜 還有另外一個 E1的軌瑜是 2個1 2個1 3個軌瑜都是有 連這個叫做什麼 結面的 好 那我們如果畫成PZ的時候呢 好 進出紙面 三個PZ 最後得到的情形是 跟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這三個PZ的排卡是一樣的 得到的方法是什麼呢 各位如果還記得我們的做法 就是先把這三個軌瑜用這個Delta 也就是一個 reducible reconcentation的方式去做 得到的這個 Character的值 直接做畫約的動作以後 會得到的 然後是A1加1 然後你會得到這A1和1 那這個是A1 然後這是1 那麼 至於你怎麼會得到它的linear combination 這個東西呢 就是把這個拆開 變成C31 C32 Sigma呢 ABC 這裡是A 這裡是B 這裡是C 然後每一個去用這個 FA的PZ去作用 PZ在identity變PZ C3轉彎了以後呢 這個一轉過來 會變成P P P PZ B 然後把這個linear combination 加起來以後 就變成了 那個A1的representation 那麼 1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的做法 把它帶入做操作 得到的這個圖形 另外這個怎麼得到呢 是由圖形的部分 我們知道它是一個PZ B-PZC 那 然後再做linear combination OK 那這個細節上的部分呢 大概在課本上面 如果不清楚 你翻一下那個NH3它的操作方式 OK 好 這個部分我們就 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東西是 我們介紹的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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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笑 教練 教練是李润 教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Core Shell Core Shell是内层的电子 我们现在只看价层电子 价层电子是在周期表上面 所对应的那个位置 所有的Vanus Electron的 个数就是周期表上面所在的 航数 在ReStruction里面的 分子形状可以以中心原子的 价电子排斥的方式决定 它的价电子可以以 Long Pair的方式形成也可以以 价电 以间接的方式形成 Long Pair我们用LP来代表 然后Bounding Pair用BP来代表 Long Pair跟Long Pair的Repulsion是最大的 Bounding Pair是比较小的 中间的是次质 我们在这里面学到的东西 就是要把它排列的这些形状 把它列出来 而各位要记得的是它的这个英文 那我们就顺便把这个英文再复习一下 如果说是linear的话 线性 两个就是线性或脚型 然后三个的 Tragonal Planner 四个的话 我现在写的时候就是各位同学背的时候 另外一个四面级的部分是什么呢 Square Tragonal Planner 五个的 来五个的名词是 MING群在不在 不在 刘志军 Tragonal Tragonal 真的吗 Bi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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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也是一个pyramid 然后它前面是什么 不是trignal square pyramidal 六位 Octahedral 七位 所以 本拆 本拆是五脚型的 然后上下的脚筋 加上八配位的 用方形的旋转四十五度的是 square 反临近 这个是形状把它记下来 然后它排斥的这个架电子数 它总共有多少个架电子数 跟non-pair数呢 是用re-structure的方式去画出来 re-structure的方式去画出来 re-structure的方式去画出来 就决定它的这个结构 譬如说 PCR5 它就是trignal by pyramid 因为你画出来的结构是 好 各位怎么画还记得 12345 57 乘以5 等于35 加上phosphorus 但是5个 40个 40个 减去邦定 12345 10个电子 30个电子 30个电子出于 12345 6个电子是一个绿 中五个的话 全部把它画满 大好 拼完30个 那这样的话 它是它的结构 然后算出它的这个 结构 绿式结构以后 根据它的个数 5个的话 是trignal by pyramid 6个的话 是actahedral 用这种方式去决定它的形状 这是比较常考的考题 名词解释 还有考题 细部一点能够问的东西呢 是它的 它的 腱脚 腱长是多少 ok 这个地方我们要讲的就是 上一次有提到过 它的 这边有个long pair 我们牵涉到两种名词 一个叫做steric number 相对于另外一个是配位数 配位数 配位数 好 不同的地方是在 steric number呢 它是包含了 long pair and bonding pair 就是配位 就是配位原子 跟你看不到的long pair 都可以算 而这个的话 只有算 不算long pair 好 那其他形状的这个 原子轨域的对应方式 大家各位应该也都已经知道 也就是说 在 每一个 结构里面上所对应的 鬼域 啊 理念的是 sp trigonal by pyramid 是sp2 然后 然后 tetrahedral的话 是sp3 然后 trigonal by pyramid 是 dsp3 还有 octahedral 是d2 sp3 好 那这些配位原子的对应 跟它分子形态 还有剑角 还有它的实力 几何形状的英文 就是各位现在要 呃 记得的地方 那细节上面说 如果有long pair 的时候 它们的角度哪一些 会有比较缩减的现象 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是在讨论 剑角的大小的如何判断 那么 剑角大小的判断里面呢 有几种因素 是要考虑的 当然 第一个是long pair 大小的问题 ok 还有一个是 呃 在轴向跟赤道面 这个位置到底是哪一个 那我们通常都把long pair 放在赤道面 因为是它的排斥力 比较小一点 但是要看它的个数 来做决定 那long pair 的这个挤压 会使得剑角变小 那么这个 是我们要 呃 判断的地方 那么long pair 所在的地方 呃 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 通常是用 呃 bans through去决定的 bans through 在课本上 并没有提到 但是课本没有提到 还有实质上的 这个 呃 判断的方式 ok 好 long pair 如果在的话 有赤道面 如果说是有 呃 多重舰 譬如说是 就是单 双件或者是 三件 给填入赤道面 第三个是 呃 Election Negativity 第二个就是 垫幅度 呃 垫幅度小的原子 全部吃到面 譬如说 ok chloride的原子 要放在哪个地方 是放在这个chloride的位置 是放在赤道面的位置 第二个chloride 如果进来放在哪里呢 还是一样是在赤道面的位置 ok 那 这个说明在各位 刻本上是 61页的部分 有好几个例子 好 他举个例子呢 是 一个例 两个例 甚至三个例的时候 都是这个情形 那如果说是 有 vory vory 然后有ch3 这个 他的 Election Negativity 也就是 垫幅度也比较小 那同样的道理 他是一个 比较大的原子 所以用size来看的话 他也应该会是在 然后同样的情形 在这个地方在取代的时候 也是在赤道面 他是用size来决定就可以 所以 到底他一个东西 会不会填在这个 赤道面 除了这几个原因以外 除了BenzDrew以外 还要再加上一个考虑是 Steric Effect Steric是立体排斥的意思 立体排斥效应 叫立体效应 立体排斥的地方 越大的 越容易把它放在赤道面 减少他们之间的排挤 所以 建脚的这个判断呢 有一些地方是要用 bunding pair 来表示 有一些呢 是用bunding pair 来比较 那有一些用 electron activity 来比较 所以重点呢 是判断建脚的时候 最后 我们要用 这几个因素去 决定一下 哪些东西是排在 哪些的箭脚 会受到比较大的挤压 那 我们课本上的例子是 我们课本上的例子是 幅的这个 角度呢 变成弯的 而这个呢 也会变 缩小 那用这种方式去判断它的角度的缩小 那如果是long pair 呃 呃 呃 跟long pair的排斥的话 那就会更大 而把其他的原子挤压得更小 那我们等一下看PowerPoint的时候 看一下实际的 几个例子 那在 PowerPoint里面介绍这个软臂以后 我们会介绍的是 Electron activity Electron activity 也就是电幅度 电幅度的决定 它是用 PF3 PCL3 PBR3 来代表 而在电幅度来讲的话 呃 浮是最大的 那会造成的情形是 如果说你有一个 0 然后接X 如果说电幅度比较大的话 它会把原子的电子 抓到它自己这个地方来 然后呢 相对于它这个bunding pair的这个地方呢 就会比较小 ok 所以呢 它们这个地方呢 就 呃 排斥就比较小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会比较小 所以这是弧的时候呢 拉电子 拉到这里来 0上面这个bunding pair的部分就比较小 排斥就比较小 反过来呢 如果说是 虽然它原子比较大 它的bunding pair的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小的bunding pair 小的bunding pair 而 0这个地方 留着比较大的bunding pair 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排斥会比较大 所以这是大的角度 好 这是用Electron Activity 来判断 换成一件小的方式 我先把各位的这个重点highlight出来以后 能够知道我们PowerPoint 能介绍的东西是什么 因为PowerPoint 你们介绍的东西是一个一个的例子 然后连串下去的 那你会觉得说 你看了一堆影片 你不知道它的主轴在哪里 好 主要的是先讲VSEPR 介绍它的定义是什么 给出例子来 然后知道形状以后 用Long pair去判断它的 这个角度的弯曲 然后再决定一下 这个Cortorial的位置在哪里 有的原则是哪一些 然后介绍完这三个Long pair 多重键跟电弧度 都可以决定你的Cortorial位置以后 再决定几个例子 它的Bunding pair跟Long pair 会怎么样挤压它的箭角 然后这个都介绍完了 还有介绍Hydrogen Bonding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在讲 Long pair跟Long pair Repulsion以外 Bunding pair本身也会影响到 箭角的这个例子 然后我们接着会讲Electronicity 影响的例子 好 在这个地方的箭角 你看到这边很像Long pair 它也有多余的拍电子可以挤压 所以它这个箭角是比较小 这个箭角是比较长的 它比较大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其他的Multiple Bound的例子 在这个地方的Multiple Bound 如果我们用Lose Structure来算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全部都是单箭 但是呢 因为为了要满足它的这个 Final Charge的这个平衡 我们会把Long pair 变到这个地方 变成三箭 在这种情形下面 在三个都是有间接 而没有Long pair的状态下面 Multiple Bound 就比较有大的这个影响效应 而它会有一个挤压 使得它比109度还要再小 会有情形 OK 然后 我们从上面看 这边是Multiple Bound 它会挤压 这边变小 它的这个角度变大 这边是Long pair 会挤压 让它这个 Residence的Bounding pair 变小 虽然这边是 虽然这边是Multiple Bound 虽然是1.5的Bound 可是它是被Long pair押击 它的效应比Long pair小的 那么这里是没有其他的效应 全部是Residence 它是120度的 那这个地方 Bounding pair跟Long pair Bounding pair跟Bounding pair Multiple Bound 比较上来讲的话 那它是会挤压到 没有Multiple Bound的 这个两个率的这个角度 自己本身的角度 是比109度还要来的大 因为它本身也会排斥 同样的道理 在这边有Long pair 它是最强的 它一定会把其他的Bounding pair 能够变小 而Bounding pair 这本身的力量 虽然要挤压 可是瘦的Long pair 来讲 它这个 瘦它的漆压 没办法讲话 它就变小 那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其他的 都是平均 所以它是109度 这一定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是Long pair的话 也会挤压 如果是Bounding pair 它也是一样会推积挤压 虽然它的效果是比较小一点的 只是比90度稍微大了一点点 OK 好 其他的肩脚 并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用刚才的原则去判断一下 它的这个 可能的大小排列的顺序 好 在这边 Long pair 会使得它这个 排斥 它会都摆在一起吃到面上 Multiple pound也放在吃到面上 然后 因为它们都在吃到面上 所以它排斥的这部分 几乎都全部抵消 虽然还是在180度 这边的Long pair 会挤压 使得这个力量角度本来180度 变成168度 而这个力量本来是120度的 变成缩小到98度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有Long pair跟Bunding pair的这个排挤 而这个Long pair Multiple pound 比不上Long pair的力量 所以它稍微 这怎么91 应该反过来 89 我记得是89 客比上是89 OK 这有理由 我们下次再给各位讲一下 这个另外一 其实它也都差不多 都是接近90度 但是我觉得 它应该比较小一点 这理由 我们下次再说 OK 这边是一样 Long pair 跟这个Bunding pair 这个Repulsion 客比上 这边是OIF OIF 是89度 对啊 我记得是这个 这个角度是比较小 所以都是 其实都是接近90度的 误差不是太大 因为它们的 两个Repulsion 的这个 垫子 一个是Multiple pound 一个是One pair pound 而且是在90度 对位的位置 所以影响是比较小的 好 各位练习一下 现在如果是考试 现在出了这个题目 那么 各位要怎么做 我们问什么 人们问的问题就是 Louis Strasher把它写出来 然后决定一下 箭角是比较长 比较大比较小 Louis Strasher的写法 各位晓得了 间接的这个 这是十个垫子 然后就全部架起来 最后会得到 这样的结构 这样的结构里面 Long pair都一定要 把它放在哪里 吃到面 那吃到面 推挤的时候呢 都没有对它 有适合的推挤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的角度 差不多90度 就像刚才的89度 跟91度一样 那这个角度呢 也是180度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有Long pair 那上下虽然不太变 可是它在旁边的部分呢 它会受到一点挤压 而这个Long pair 看它的推挤的效应来讲 它的推挤效应比较强 所以这个角直线会往 往那个弯 往你们那个方向弯 而使得这个剑角呢 变大 而这个 符跟符之间的夹角 符 笠 符的夹角呢 会变小 因为它这个后面的推挤效应 比它来得大 这个当然也是 跟刚刚一样 这边的推挤效应 和这个地方的推挤效应 使得它变很大 然后这个地方的角度是最小 也就是 流率 这个角度 本来是109度 变96度 那 刚刚讲的是Long pair的判断方法 和Bunding pair的判断方法 还有另外一个是Electron negativity 判断方法 然后我会再补充另外一个 是Long pair的这个方法 科普上决定间接的方式呢 就是这几种 刚才我讲的那个Bunding pair 还有Bunding pair 现在我们要讲Electron negativity 还有另外最后一个是Long close packing的这个 控制方法 这四个因素影响到剑角 Electron negativity 各位在普拉的时候都学过了 最早是Pauline来做的 Pauline是说 那一个箭里面呢 有一些是共架箭 但这些共架箭 并不是很完整的共架箭 它们好像是 呃 箭能是不太一样的 越切近离子箭的部分呢 它的箭能就越高 然后它会发现到说电子呢 每个原子它抢电子的能力不同 就是说我们上次讲的 就是两个人睡在一起 抢被子的能力 同样是Bunding pair 星跟幅 幅强都比较多 然后把它这个 用健能的方式列出来一张表 这个表不是 这个表是 我们课本上用的是 这个Manic跟Ellen的这个方法 但是不管哪一个方法 幅都是最强 然后注意到 在这个三角区块里面 氮、氧、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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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 画了一个三角 这三角呢就是 最容易被讨论的这几个原子 这边是最强的 然后这边从 从左到右最强 从下往上是最强 那其他的这个原子呢 大概都是 这个 不是那么的强 所以比较像这样 有些非常的接近 你很难比较 像这个炭跟硫 在做间谍的时候 你很难说 它是谁比较强的 它是谁比较强的 共架箭性质就比较强 那 除了Powling 用Bound Energy来定以外 我们课本上 所用的这个 Ellen的部分 是用Average Energy of Shell Electron 用Configuration Energy 那Millican 是比较出名的另外一种 它用的是Electron and Affinity 也就是电子氢和力和流力能 那这部分 在第二章 讲原子的时候 是比较讲的详细一点 所以我们归在第二章 给各位做 比较仔细的介绍 还有一些人 就直接就做Electron and Affinity 用绕色的方式去看 晶体里面的电子云分布在哪个地方 那这个电子云分布是靠近哪一个原子比较多 它就说那个电子的 就根据那个电子云的密度的多寡 去决定Electron and Affinity 也就是各数 那这些数字 不论是哪一种方式做出来的 它的趋势都是一样 那绝对数值不太相同 这里是尽量用Powling的Unit Powling是把符定为4.0 这是很接近Powling的Unit 4.119 那介绍完Electron and Affinity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在这个地方Electron and Affinity 是介绍 它箭的Bonding in Energy Bonding Electron 是被哪个原子拿走 拿走的那个原子本身 就会有比较多的电子 它就是跟其他旁边的人排斥 箭角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是用来做判断箭角用的 在这边的这个例子 仰 符 符 仰 绿 绿 闭起眼睛 你们知道哪个电脚比较大 用Size来看的话 它比较大的 所以它排斥也比较大 所以用Size来看也看得出来 但是我们在这里 用Electron and Affinity 来比较的话 就是符 它在抢电子的时候 是比较把电子抢来这个地方 所以它这些仰的部分 Bonding的Electron 剩余的比较少 所以比较不排斥 箭角就会比较小 这是一种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是用Size来去说 所以因为它比较大 所以拍子比较大 考试的时候 你最好是两种说法都说 就比较完整一点 但是实际上 你要再跟别人解释 任何一种方法说 都说得通 说得通的就是对的 科普公司介绍的这个表格 比这个还要更完整一点 这是一个旧版的表格 所以这里面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周期 和这边的周期 这边是同样是氧一族的 它的箭角呢 从周期表 从上往下的时候 越来越小 我们要想想看 什么原因 氧 流气气谱 我们如果用电腹度 来解释的话 电腹度谁最强 氧最强 会有什么情形 邦定配尔都放在氧旁边 所以这个氧接出去的这两个氢呢 它们这个周围 对于氧来看的话 它两只手臂非常的肥胖 必须排挤 所以张得很开 所以这个电子鱼都在氧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们排挤 所以排斥的很开 所以箭角就会比较大 那么根据Electron Activity的这个趋势呢 箭角就是越来越小 因为后来的电子全部都被放到了氢上面 Twilliam上面就比较小 这是一种解释方法 另外有一种解释方法 在课本上我没有提 但是有稍微提到 各位如果有看过课本 会觉得有一个名词 叫做Ligan Close Pattern Ligan Close Pattern在讲什么呢 各位可以翻译一下你们自己的课本 在课本的63页的地方 3-2-4节 就介绍Ligan Close Pattern Ligan Close Pattern 这一页里面 你们全部读完以后 你会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 因为它比前面旧版 多了两页来介绍这些东西 但是它介绍的东西 最后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这些东西它的 比如说你看64页的 这个Table 3-7 它举了很多的膨化物 膨化物旁边呢 符取代的东西呢 有的时候被OVH 或者NH2 或者Cloride被取代掉 那这个不同的化合物呢 它有一个现象 就是符跟符 它们之间的这个角度 是固定的 这改变了一个大的固定 它有方便到说 符跟符之间的这个距离呢 是固定的 它的意思是说 这是配位原子叫做Ligan 这个Ligan本身呢 是有一个closed path的现象 它会紧紧的靠在一起 它的距离永远不变 所以用这个方式去解释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为什么呢 你如果是看一下 这个羊的size 羊的size是小的 再来是大的 再来是一个最大的 然后你如果两个氢的这个Ligan呢 是一样的size 你会看得到 如果是氧 流 细 tip 那是下去 你中间原子特别大 而Ligan都是一定的距离的画 你画出来的角度 or 是上面的是会越来 上面的是比较大 你因为你的距离越远的时候 你这边distan一樣 根据山了关系 你底是一样 你的这个上面 一拉的越长 你的最后的角度 就会越尖锐 所以这是用Ligan crown Meskos 去解释这个东西 克勃靠谷没说这件事情 但它意思是要表示 就是说 有些人发现到在很多化合物里面 他的Ligan 也就是配位原子 有固定的距离 这件事情 也可以拿来做解释见角 但是它没有举这些特别的例子 我们用这个例子给各位说明一下 什么叫ligan close packing 然后它也可以解释我们的养流细体谱的这个见角 所以我们现在有几种方式可以解释 一个是size的 就是用ligan close packing的部分 就是养的大小 越下面越大造成的角度 用ligan close packing解释 另外一个是用electron negativity来解释 其实用这些原则通通都可以用在不同的情况下 譬如说刚刚这个是养流细体谱在改变 而这边养流又不改变 在伏率秀点在排列上面 你可以看到中心原子不变 你的ligan如果是越来越大的话 那你角度就会越来越大 但是你如果用electron negativity来解释的话 他们都可以解释 比如electron negativity伏比较大 所以虎把这个电子抢走了以后呢 它这个养的这个bunny pair比较少 所以它会比较接触的是比较接近一点 而这个氯呢 它把电子都留在养上面 所以养就必须排斥比较大 这两种说法都可以说得通 不论是解释纵向的或者是横向的 那课本上面的例子比这个还要更长 也是一样的意思 那同样的道理在这个地方 你中心原子做改变 然后你的electron activity是上面最高 上面最高的部分呢 会使得电子云这个排斥的比较大 所以你的角度是最大的 这边的趋势都是一样的 那解释的方法也都一样 可以用size EA Electron negativity EN 或者是用lead and close patting去解释 这个都是一样 那至于 如果有个好研究所的时候 每个老师用的这个课本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标准答案可能不同 所以你最好是能三个解释都解释 然后总有一个碰个对 它另外两个就算看不懂或者不碰意 它只有另一部分是答对的就OK OK 我们先下个休息10分钟 谢谢各位